您是去年都来了还是今年第一年 去年没来 今年第一年来 今年第一年 从那个网上看早 找到这个女儿早 您就是女儿替您联系的 然后一直跟爹男的联系了以后 我们是第一次 因为家老公身体不是很好 他七十 过年七十七 我七十二 您七十多了 等 我看着您不像七十多的岁数 我过年也七十三 那您往年没有来过这个海南旅居 今年第一年 你这个是 家是哪里的 家是三西太原 您也是从太原过来 我前几天跟就是三西有运城 有太原 就是有好多这个山西那边 还有山西 河北 北京 这是比较多的 就是从那边过来 我在这里好像没看到这个 这个店就是山西的少是吧 三店有 这个店前两天从三店过来有一个 我给你拿去 没事阿姨 您不用客气 我做节目比较随意阿姨 然后呢 就是怎么去聊 大家能放松 然后就怎么来就行了 反正山西的人不少 山西的网友们也是 我之前做直播的时候很多也是看直播 反正就是过来给您聊聊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您过来多久了 今天是19号吧 对19号 49天 12日一号过来 那一个多月了 那您在 就是在这住呢 这一个多月 您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感受是想得好 因为我们俩原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店长给我们提供那个说让我们看看那个406 后来我一看就是它那个是标准价 对标准 我们就觉得说还没有别的房间我们看看 那个店长说没事 我带你们看 最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套房 这个价位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还是很很希望住一个好一点 嗯嗯 贵一点 那那这个套房的话可能就是里外这样的住 就是可能相互打扰 睡觉的时候打扰的成小一点 你看我们都买了这个东西 都感觉自己带的感觉 嗯 这个感觉这个房间就像家的感觉 不像住这个 这是有家的那种温馨感 对对对 什么都自己买完了 好觉得怎么看向家 那这是计划住多久了 我们准备到三月底吧 啊三月份 三月底 太原也很冷啊 一走着早了也冷 啊 就是 就山西那边也是得用暖气是吧 山西跟雪阳是温度差不多 冬天学院是低温没有它那么冷 但是就是说大多数时候温度很很相识 就是冬季冬季什么时候供暖 它也是十月十月十月十一月 十月份供暖 这个的话就是你说往这边来了不用交暖气费了是吧 还交暖气费 交过了的 啊交过了呀 交过了吗来的 十月份就来了吗 但是我们十二一号来 啊 我们感觉交暖气费也没问题 三星这个像领导们中央给我们退休子宫 我们每个人三千三百六十块钱的取暖费 啊这个标准还是很高的 标准我们俩就七千多 但是我们俩就是一半都用上 啊还是那可以 还是党的政策好 对对对 那在这边的话就是住这一个多月 嗯这个吃饭呀这方面您感觉咋样 我感觉吃饭很满意 吃饭很满意 吃饭很满意 就是我也相应的问了他们别去的那个其他的店 啊其他店啊 然后这我女儿上次从重庆过来了 啊然后她从那边从那个那个 呃那个海海边高光郡州走了四家店 他看一眼啊就是这一趟过来是看了多家店 不是我们是先定好我们都住过了啊 然后她没事去市场回来她走几个店啊啊啊啊 她说妈妈还是我给你定这个店听对了 就是住的也很好啊吃饭也很好 她是从重庆周五周日周五过来周日就走了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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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过来啊啊啊 就来看货 感觉的也是很满意 嗯就是来这个实际的再看一下 看看究竟在这住的怎么样 对对对他是相比之下还是盛香比较好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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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个叔叔我冒昧问一下 就是您刚才提到说 这个这个 这个刚才叫错了 是吧 阿姨啊 就是您说叔叔身体不是太好 她是 她是那个肺腺 啊就是呼吸方面 在家的时候 就是一百多米走得很困难 然后现在呢 就是每天打台球 上午打台球 上午打台球 能自己走到海边 感觉这个空气对我们来说 就是比较好 前一两年吧 女儿就说的让我们过来 她不大不大愿意出来 今年呢是 11月15号住院 11月的24号 她自己就说 要不咱们去海南吧 我跟我女儿一说 她说去吧 我给你们找 然后我们就找了 找了 她就是从网上找找了 您问问是不是看我视频 是找到我吗 我不知道 她这个视频是看 她大概肯定是看这些视频 她应该是会有看过我的视频 看了视频 她才有没有视频介绍 她也不知道 哪有是讲这个电子 或者什么1点2点3点4点 那叔叔在这儿 也就是说整体住的这个感觉 对她这个肺啊呼吸啊 这个非常好 也是也是很有帮助的 有帮助有帮 我们在家的时候 氧气是不断的 每天几乎都在输氧 吸氧气 吸氧 然后我们没来之前 女儿就把氧气给我们买 便携式的 就寄过来 就在这儿呢 直接寄到店长那儿 因为我们还没到 又买了三罐的氧气 就是那个便携式那小子 给司机给我们带到三亚机场 哦 机场 到了三亚到那儿一下机场 她说我不用 感觉都不需要 就是呼吸这个比较顺畅 就是气紧上不来去 然后下飞机她感觉都起可以 就是呼吸比较顺畅 其实这个很多人说到海南 也有很多人是冲着海南的这种 就是可以说是比较优越的 这种气候 这种环境条件过来 你像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说 我说有一些慢性病 比如说风湿 肋风湿 就是这种 就是不能受凉 或者说是呼吸方面的这种 可能在这边对疗养方面 有一定的这种帮助和促进作用 这个也确实 我感觉就对心肺 心脏的 对心肺功能的这种病更好 更好是吧 更适合一些 好多人都这么犯 对对 我当时没有什么矛盾 但我就是一定得陪着她来 所以我感觉这么长时间 有很大的变化 以前就是走200米很困难的 别说打台球了 现在就每天上午一个多小时 下午一个多小时 每天健康 我有 不累 不累 那这个效果上还很明显 对很明显 那这我相信这样的话 就是叔叔可能明年还会考虑要来 是吧 章已经说了 明年还来 那整体上来讲怎么说 住的也就是说比较满意 比较满意 然后店里的服务人员呢 服务很周到 很周到 你说哪一个不舒服 哪地方坏了 或者哪地方什么 需要什么 马上就是你跟他打上招呼 马上就给解决 就解决 今天上午我就说 那个水 他感觉的下得慢 马上林总就找那个人 拿个旗子给你来看一看 看能下得到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就解决问题 马上就是 是要跟他们打上招呼 感觉真的挺好 无论是店长啊 还是服务人员 都是我们自己感觉到很满意 很满意 因为我们都退休了哈 退休子宫 很感谢这个我们生的 就是这个年代 抓住这个尾巴 那就很感谢 感谢我们的党 感谢我们的国家 也感谢习主席 让我们退休职工 然后不断的增长工资 然后就来到 能享受这么好的这种条件 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这个愉悦的享受我们这个不老人生 然后到了这里吃饭菜真的都很好 他们都是经常的换个做这个每周六都是包饺子 大家那个氛围很好 大家齐上阵的二三四个人 有汇包的一波汇感的就感 每周一次 每周一次都 他去不了我都去了 换个说法 您觉得在那边消费给带来的这种体验感 觉得还是说的过去比较值的 比较透明 比较透明 行 非常感谢您分享 因为为啥我说过来给您聊聊 因为尤其是第一次过来到这边住的 就是大家这种感受体验 给其他的没有来过要来的这些网友有一个这种信息参考 因为有很多网友也是害怕说到这边来了 找不到这种好的地方 就是说上当受骗什么的 我还是想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网友说 不要找那些不太正规的那种厂 不要说是说租房我就很便宜 就这么做的 那个你要费很大的劲 今天我们在那看着一个女的塔利公家 又买这个东西 一系列 你看我们到这里 房间什么空调啊 什么冰箱啊 洗衣机 全部配备的 就是让了那个设施特别完善 你而且卫生特别好 整体的楼道 活动场所都挺好 你上其他就是比较不太正规的店 现在已经成立个集团公司了嘛 正正规的店还是比较有好的 对对 就是咱平时消费的时候说大品牌有保障 是吧阿姨 还是这样 你买电器还要买孩儿买什么的 对对 你上那种不太干啥 看是很便宜 但你心得不到保障 对对 自己也能什么都得了 行阿姨 这个也希望叔叔啊 您就是在这儿呢 能够怎么说呢 这个住的好吃的好 这个玩的开心 好吧阿姨 行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谢谢您 耽误您休息了 没事没事 没事